11点你希望掌握永恒,那你必须控制现在。 62点恶口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。 不管它有多坏,有多恶,你欲骂它,你的心就被污染了。 你要想,它就是你的善知识。 63点别人可以违背因果。 别人可以害我们,打我们,毁谤我们。 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。 为什麽? 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清静的心。 64点如果一个人没有苦难的感受,就不容易对他人给予同情。 你要学救苦救难的精神,就得先受苦受难。 65点世界,原本就不是属于你。 因此你用不着抛弃。 要抛弃的是,一切的执着。 万物皆为我所用。 但非我所属。 66点虽然,我们不能改变周遭的世界。 我们就只好改变自己。 用慈悲心和智慧心来面对这一切。